要戴上口罩因此染上新冠 他奉勸大家就算打了疫苗 防疫工作还是不能少 记者叶利伟总好报道 哈喽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中天晨报 我是孙颖玲 Good morning to our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How are you all feeling today? 今天对台湾来说是廉价的第一天 希望大家今天应该都是心情 蛮愉悦的吧 然后我们再来点点名了 好我们感谢这 不是我们先点名 这个翻滚的萝卜头 奥里斯 料料 Yippee 5247 张万军 波特 SR Chong 还有这个是绝吗 德如玉 还有麦克西亚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翻滚的萝卜糕 黄野狼 林旭 这个是大汉将军小超 然后呢 好我们感谢阿斌的斗内 他说阿斌的日常 给伊林的情话 伊林 missing you is my hobby 他说想念你是 伊林 missing you is my hobby 他说想念你是我的兴趣 Caring for you is my job 关心你是我的工作 Make you happy is my duty 好让你开心是我的责任 And loving you is my life 好但是我已经翻完中文了 虽然你说不用翻 因为我知道有些网友 会想要知道中文的意思 但是感谢阿斌的斗内 Calvin Sim也来咯 陈寗太路过的巧克量 我们的城报制作人 也在跟大家打招呼咯 还有邱比特 邱琪琪 好大家 廉价第一天 怎么都这么早起床呢 还是有人根本还没有睡觉 我还看到Mika Hackinen 也来了 Sit you though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汤圆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先看到新闻头条 南海风云紧张 现在国安局长陈明通 昨天在立法院提出 南海情势报告 他就透露了 法国核潜舰护卫舰 近期有在南海东海出没 那另外英国和德国也规划年内要派舰来寻译印太 由于核潜舰不容易侦测到 所以国安局是明确的指出 法国的核潜舰最近有限中在南海与东海 显示呢 我国与国际情报单位交换情资合作密切 那明确的掌握南海军事动态 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昨天邀请了国安局等单位 就近期美中台三边关系及周边海域情势发展 对我国安影响进行专案报告 那这是国家最高情报机关 近几年来首度公开提出南海情势报告 这个报告就指出了美欧大国将战略重心向印太转移 那南海沿岸的国家也是不满中共扩权作为 恐怕会增加南海冲突的几率 增加政府引引压力 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藻礁的争议 还没有平息 但是行政院长苏贞昌首度要求评估三切外推方案 昨天特别交代经济部和相关部会研究 不过珍爱早交公投领先人潘中正式回应 外推方案从来就不是公投发起方可接受的方案 也不符合公投主文内涵 他是不会退让否则一臭万年 那行政院指出苏贞昌这个举动 其实是在释出善意 潘中正就认为说实在不够善意 那甚至指出如果未来蔡政府基调都是如此 那不必沟通了 三接战就是要迁离 呼吁政府应该要尊重这么多公投连数人的意志 另外我们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就指出了 大陆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提交的两款新冠疫苗的相关数据就显示了 保护效力符合世卫组织要求 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那世界卫生组织先前就有说过 可能会加快对国药及科兴 批出紧急使用授权 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 3月31号举行了记者会 那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专家组的主席克拉维奥托 在记者会上就表示 两家大陆公司提交的疫苗数据 清楚表明他们的保护效力是符合世卫的要求 也就是疫苗的效力大约是50% 那最好接近或是高于70% 他要指出这两家公司提交的数据 也显示了两款疫苗的安全性 他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另外今天就是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但是国道5号昨天早上9点过后 就逐渐涌现了车潮 下午1点时定到平林 已经时速不到40公里 高公局就透过大数据分析 预测今天包含了国一南向杨梅至新竹 还有国五南向南港到平林 几乎都是整天塞车 运量会是平日的五倍 所以国道今天重点拥塞路段 要来提醒大家了 就是国一南向杨梅至新竹 早上6点到下午3点是平日五倍运量 那南下彰化之谱言 上午7点到下午3点 也会是平日三倍的运量 国三南向三英至关西 上午7点到12点 南向乌日之雾风 上午9点到12点 都会是平日四倍的运量 另外国五南向南港之平林 从早上4点到下午4点 是平均五倍的运量 以及国一北上 元山到大华 上午10点到12点 也会是平日四倍的运量 要提醒用路人 要多加留意 另外其实我们现在疫情的情况 还没有舒缓 但是国内势必再爆出一波旅游潮 因为四天廉价就来了 为了让民众出游前有参考的依据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也重启年前建制的台北旅游警示灯号 即日起会提供西门町市里关底 市里夜市这样12个热门景点 警示灯号 民众可以在台北旅游网 或是现在玩台北APP来查询 简单的就可以掌握景点的情况 观传局是指出 像是儿童新乐园 西门町内湖区的乐活公园 就是春节最热门的景点 甚至连三天都亮红灯 那就预估这次的廉价也会是这样 就建议出门前 大家可以先到台北旅游网 或是现在玩台北APP来查询灯号状况 如果发现是红灯 就不建议大家再前往 也会提醒民众 出门前要做好的房屋措施 就是包含戴口罩 亲洗手等等 要来落实防疫新生活 以上就这节读报提问给大家 上面七个特质至少有三项符合 欢迎报名参加第一届网红主播选拔大赛 你想当网路新闻主播吗 还是YouTuber直播记者 赶快报名 你将有机会和数万名网友 同时在线一起追尊上 一起报新闻 4月16号报名截止 详情请上中天新闻脸书 或中天官网 或是扫描QR Code 直接线上报名 等你喔 好我们再来点点名咯 Portalin就说呢 假期行车平安 有看到他的贴图非常的可爱 还有呢方多泽也来了 应援团长 好我也看到你咯 还有这个是Eric Liu 德如意李小亦有蔡昆昌 然后呢还有这个卡 卡梅哈梅哈 还有呢四十百在眼前路过的 球球加龙 OK吗 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呢 我还看到呢 夏天达斯韦达韦达军 大家今天都很早 是都要上班嘛 怎么会 连假第一天 大家都这么早呢 让我非常的开心 大家的陪伴 那么这一节台湾大小事 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共辽区台二线87K 基隆往宜兰的方向 昨天晚上发生了硬车 这个上载他运了大概四十块的大理石砖 那疑似因为过弯的时候掉落 结果呢飞砸到对象的一辆乡型车 造成六个人轻伤送医 那今天凌晨一点半已经清理完毕 交通恢复顺畅 但是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金门厚峰港一处民宅呢 在昨天晚间六点多 发生了气暴意外 巨大的爆炸声响 伴随着熊熊的烈火 其实把附近的民众都给吓坏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不水线抢救 十分钟内就将火势控制 不过到屋内发现一名男子 失去了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是抢回了一命 不过另一名女子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明显死亡 在内部宛如被轰炸过一般 门床碎裂 家具倒落一地 窗户上的铁网铁条 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现场满目疮痍 金门厚峰港这处民宅 一号晚间发生气暴意外 轰然巨响 吓坏民众 所以你有听到爆炸声吗 对啊 很大声耶 很大声啊 在帮我吓一跳 气暴伴随熊熊大火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紧急部署两条水线抢救 十分钟内将伙食控制 入内搜索却传来噩耗 地级调派本局第一大队 下辖金城跟金陵 五车二十八人前往现场抢救 人员入室搜救的时候 在一楼后侧的房间 发病有两名的伤者 打握在那个床铺上 屋内一名男子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恢复生命真相 而另一名女子被发现时 则不幸已经明显死亡 现场拉起封锁线 由火钓科人员 进行后续调查鉴定 只是误锁金门 才造成交通大乱 现在又传出气暴亡命噩耗 让金门地区实在雪上加霜 记者李俊龙张正明 黄玉兰金门采访报道 另外我们要看到 是桃园八德区中华路 在昨天下午 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 一辆绿色的轿车 他先是追撞了一辆轿车之后 结果一路蛇行暴冲 将另一辆休旅车 撞上了分隔岛 那自己的车辆 要当场反复 吓坏了行进民众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绿色轿车失控暴冲 撞上白色休旅车 休旅车冲上分隔岛 而绿色轿车 则当场惊悚反复 从另一个角度 更可以看到 绿色轿车一路蛇行 撞上休旅车反复后 冒出浓浓白烟 不仅零件喷飞 路数也被撞断 恐怖场景 吓坏行进驾驶 但其实这辆肇事轿车 早在不久前 就不断追撞 另一辆白色轿车 唯一行径 让民众议论纷纷 事发在1号下午2点多 桃源中华路上 车祸现场漫目窗移 不止车体零件 喷肥四散 分隔岛的树 也遭撞断了一排 宛如被轰炸过一般 无辜被撞的休旅车 卡在分隔岛上 绿色轿车四轮朝天 还在等待脱掉 肇事驾驶疑似精神不济 连撞了两车后 还在车祸现场 不断嚷嚷 让警方好头痛 只好请医护人员 将他捆绑送医 所幸这起连环状事故 没有波及其他民众伤亡 而详细肇事原因 警方正在深入调查 接下我们要看到 台南角头陈建文 上个月遭人枪杀身亡 昨天早上是举办了告别式 有礼神还有千万的豪车 一整排 仪式的排场也是相当的厚大 让警方不敢大意 一共是派出 大约600警力到场部署 入口设置盘查点 逐一盘查身份 更是栏查了游览车93辆 小客车309辆 地毯式的盘查 一共查了3300人 带回6名通缉犯 以及98名未成年 有盖章的走这边 没有去做盘查的 来走这个通道 告别式会场入口 78名远景站岗 不敢松懈 台南角头的告别式会场 排场浩大 也让警方绷紧神经 固你的左手 左手派要盖章 盖章看一下 会场周边几乎每个角落 统统都有警察 贺枪实弹为安 录影搜证几乎也不间断 警方大阵仗部署 出动11个单位 约有600人 连台南警察局长也亲自坐证指挥 不只追思会入口设置盘查点 警方更主动出击 游览车完查 逐一清查身份 一共查了游览车93部 各式小客车309辆 一共盘查3300人 带货通缉犯6人 和98名未成年 对于我们带回的少年 我们会追查出幕后动员的人 角头的告别式 从场地布置到宜林 场面相当浩大 还有一整排的李生 穿着黑色高叉旗袍 美腿如铃 千万豪车刷整排 估计这场告别式 很砸千万元 警方重兵压阵 预防帮派成员闹事 还好最后顺利收场 只不过来参加公祭的成员 一大半人都没有戴口罩 让这场堪称台南最大的告别式 多了一点染疫风险 这来关张SNG小组台南报导 好我们再感谢孙可华的斗铃 他说小汤圆以及你的family 大家早安 我会永远支持你 其他静在不言中 制作人早安 幕后的工作人员 大家早安 至于甜言蜜语就交给中天的观众吧 好非常感谢可华 然后呢我们再来点点名了 这个是陈超西 小白Google QTR 肖中杰 杨栋 我看到了这个是任意义 装文凭小离 ROC 路过的昆县 陈美妍 这个是FWR 温丽 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还看到了德如雨 杨晨光 还有这个是李国文 好丁以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前调查局 航机站机动组组长徐素良 因为搞丢了市价千万的 6.5公斤安毒 遭桃圆地检署 29号是大动作的搜索 住家一共四个地点 桃圆地检署 一号晚间就依法公布了 查扣的项目列表 包含了现金 名车 以及数量惊人的名包和名表 其中光是三辆车 出股总市价 就已经达到了600万元 那另外 其实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29只的劳力士 爱马士这样的名表 以及有25个LV名牌包 住家就像精品店一样 那根据指出 徐兴调查官 月薪顶多10万 却拥有市价 大约500万的高级兵士 是因为妻子比较高调 喜欢PO一些炫富照 才会引起注意 那陶检讯后认为徐兴 调查官夫妇设犯这个贪污罪 嫌重大也有串政之余 申请桃园地院裁定积压禁件 再两面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义勇行警 曾启刚大队长 率领干部前往三重分局 颁赠银楼抢案破案 未劳金 那日前 新北市三重发生了重大抢案 一间银楼被三名抢飞 闯入抢走市价 超过3000万元的首饰 警方在26小时内 将人犯全数带回 发现其中一名70岁的 陈姓嫌犯 过去前科累累 还有呢 珠宝大道账的称号 2001年陶宇的时候 曾经和现任的警政署长 陈嘉青交手 出于后再次犯案又落网 张启刚大队长 也与新北市警察局长 黄宗仁共同宣誓 要维护新北的治安 打击犯罪 另外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了 到了换季的时节 不少人都会有 晕现的困扰 就医师提醒 如果超过55岁 有三高或是慢性病的问题 建议定期要去做 全身健康检查 平时也要养成规律运动 健康饮食降低 体重这三项好习惯 就能够帮助大家远离中风 而预防中风 还能从改善生活习惯开始 睡眠充足 不摄取过多的咖啡因 再补充德国进口的 银杏液萃取物等 都可以有效地提升 自身循环 运防晕现 以及慢性病发生 台湾有好多聪明的发明 而这些产品正在改变 很多人的生活 你还没去上进度吗 还是你没有时间去挑货呢 没有关系 冬天直播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下午4点到5点 卷卷头挑货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 我还看到这位是 吴春意黄秀满八神烟早安 然后感谢阿斌的二度抖内 他说最爱小汤圆 See you later 然后呢 我还看到这个是 陈贤俊 小林雅俊 随心化 王金科 夏归柔山 野起 Angry Bear 我发现好多人 好像是我平常 没有见过的 还有这个林素贞 好 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首班车 那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 第74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预计呢 5月24号要登场 我方至今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外交部就公布了 台美双方在3月30号 就扩大我国际参与 举办高阶官员线上会议 那么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 首次讨论加强与拓展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及做法 昨天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推特发文 并且晒出了与萧美琴 在双向员的合照 那萧美琴是以台湾的特产 凤梨酥 凤梨蛋糕和珍珠奶茶 来款待蓬佩奥 并且对他说 等到疫情改善 期盼能够安排他来访台湾 蓬佩奥在推文也表示 他支持民主伙伴台湾 美台共享自由 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 那另外我们持续来关注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 艾斯佩隆呢 通了电话 对近日大批的大陆海上民兵船 集结在南海主权 有争议导礁 牛二礁海域同表关切 苏利文就表示 美方是支持盟友菲律宾 捍卫以规则为本的 国际海洋秩序 重申美非共台防御条约呢 适用于南海 双方同意持续在南海议题 密切合作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国安局长陈明通呢 他在立院备巡 那面对立委直询呢 态度非常的轻率 甚至呢 针对刚签署的台美海巡备忘录 竟然是回答没有看过 让赖月谦教授相当的惊讶 太轻率了 国家安全是如此的重要 他第一个 他提到了有关于说 台美签的海巡合作的 这个备忘录 要成立工作小组的备忘录 他没看过 这一点我想他讲的是实话 可是却是很危险的事情 坏人之也就是说 为什么你认为他真的没看过 因为以他的情况 他没有必要在国会里面来说 他看过说我没看过 而且他内容他讲不出来 所以我判断他没有看过 但重点就在于 他也可能没有被问过 一般来说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这次台美的 合作备忘录里面 很有可能会讨论 例如说联合的台美的 因为他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例如说海上的救援 海上救难 这个他有提到 对 两边要怎么做 然后例如说在海上联合打击走私 走私里面也包括人口贩子 人口走私 然后也就偷渡客等等 我们叫做人口走私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毒品走私 然后还有就是反恐 有的时候有恐怖主义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 是情报交流 也就是说台湾这边必须要把 我们的情报跟大陆这边 跟美国这边做交换 美国也要把他情报跟我们做交换 所以应该会有情报的保密协定 好 重点就在于 国家安全局管的是什么 国家安全局管的 他第一个是国际安全情报 第二个他管的是国内的安全情报 然后第三个他管的是 大陆的安全情报 还有一个就是科技安全 这四个领域 我太熟了 因为我在相关的 安全局的最底层的官员 到最高层的官员 我交了20几年 所以他们都我的学生 我就很清楚他们的业务 一个局长 如果这么重大的事 他没有被咨询 但是代表总统对于他的 安全的专业并不信任 一般来讲总统或者是今天 因为这个案子一定是要经过 总统同意 总统要推这个案子 或是要同意这个案子 他一般来讲都会有 有安全人员的咨询 不管是内政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 或是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但是最重要的 在线上直接工作的 那就是安全局局长 因为安全局局长要来报告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我们的 是我们的几大的情职单位 包括国防部的 包括我们的内政部的 内政部就是警政署的 内政部的 那么甚至包括其他的 包括情报局的或是各种 他把他的情报往内汇编 就是国家安全局主要的工作 可是国家安全局自己本身 也有收集国家安全情报的能力 因为他在海外 也有派驻很多 我们的安全人员在外面 所以他也有国外的线回来 所以整个都汇编到这个局长手中 你想想看整个汇编到这个局长手中 他应该是对于国内外国际的 国内的两岸的各方面的安全的情势 他应该是国内最懂的人 掌握最清楚的人 你想想看一个总统最依靠的是谁 就是这个人 而这个人在这么重大的一个会议中 要签了 而且已经签了协定了 我们跟AIT签了协定了 而这个局长他完全不知道 另外我们要来提审大家了 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日本首相菅一伟 即将在4月9号要来进行领袖级会谈 这也是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次会见外国领袖 那会后双方要来发表联合声明 反制大陆海警法 那每日在钓鱼台里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台湾该怎么办 请锁定4月5号星期一 中天全球大事业特别报道 由主持人林佳元 以及国际情势专家雷茜魏国燕 带来重量级的解析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还想要知道 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事业频道 这个是中天的新开张的频道 等于是我们的国际频道 请大家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一栏 频道精选第二个logo 就是全球大事业的频道 帮我们点击 进到首页 在画面的右上方 有一个订阅的按键 点下去再开启小铃铛 就完成了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浏览 频道的影片 记得在影片的下方 按赞留言 或是帮其他正面的留言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 赞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捷得星球给你满满的健康 美丽 良性资讯 邀请您到捷得星球 专属YouTube频道 FB粉专 IG 订阅 按赞 追踪 捷得星球上见 一定要来哦 哈喽 大家早安 我们时间来到了早上 6点24分 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目前看起来台北市外头 云层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 但是晚一点呢 是有希望可以慢慢的放晴 那我们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4月2号 星期五廉价第一天 台北市目前外头23.8度左右 今天降雨几率0% 今天基本上只有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我们先看到卫星云图 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廉价大家好好把握 这两天的好天气 因为礼拜天开始就要变天了 那其实清晨的时候呢 各地大概低温 还是维持在20到24度左右 是比较舒服 比较凉爽的 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呢 太阳升起 温度就会慢慢的上升 今天各地 白天还是比较微热一些 高温普遍都来到30度左右 那西半部地区甚至更高 会来到32到33度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正中午在户外的话 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防晒的工作也一定要做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定量降水预报图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降雨的范围 那最主要呢 就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 正有另外呢 外岛的马祖 今天也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势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 中午过后的时候呢 西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整体来说 今天全台各地 天气都算是相当的不错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一样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外出可能还是要记得 西带雨具 接下来我们看到天气走势图 几次呢 蛮丰富的 今天跟明天 就是好天气 真的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各地呢 都是有机会 见到阳光露脸 但是到了礼拜天开始呢 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温度会稍微地下滑 会转凉 而且也会开始下起 局部短暂 正雨 另外就是午后的时候呢 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到了礼拜二的时候呢 东北季风就减弱了 所以各地气温当然又会跟着回升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还会持续地下雨 但是呢 到了下礼拜四 东北季风再度地增强 所以各地又会转凉 那尤其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也是会开始又下起 局部短暂正雨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中南部地区啊 暂时真的都还不会下雨 所以大家真的要节约用水 好 最后关键字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今天全台天气还是比较闷热一些 所以要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防晒的工作 也要做好 另外今天就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马祖会有局部短暂正雨 以及呢 中午过后西部的山区 也会下起一些零星降雨 最后还是要提醒西半部地区 还有金门 马祖还是有局部起舞的现象 一定要多加注意 以上就这节气象资讯 让您出门游玩穿衣服 有参考 忙碌 带走了我的光彩 就喝Jelly副眼影 小分子胶原蛋白及膳食纤维 换出好气色 为美丽救援 Jelly副眼影新上市 实际盐 第一件网红 主播选拔大赛开跑啦 贝圈你知道 中间新闻被吸引人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吗 这就是我的眼睛吗 拜拜 参加网络主播选拔项目 或者新闻YouTuber选拔项目 选择前三名 就有机会获得两年 包含全套专业培训在内的工作合约 你将有机会站上 梦想大舞台 跟我们一起打卡上班 有无限机会等于你开创 更有专业团队全套培训 把握机会立刻报名 4月16号报名截止 相亲请上中天新闻脸书 或中天官网 或扫描这里的QR后 直接线上报名 爱你喔 我们先来感谢是方多泽的抖耐 给我们一个比赞的贴图 好 非常感谢你 然后我还看到同一卡面也来了 然后张万钧说 阴天可是有小汤圆太阳 好 没有错 今天就穿着黄色 就象征着太阳的感觉 还有我们还看到路过的小姑 余昊君也来了赵姓志 好 然后呢 他说小汤圆以前是李姿的 所以小汤圆讨厌死曼联 还是小汤圆没在看足球 我没有在看足球 就是转道的时候会稍微看一下 但是没有特别支持哪一队 然后呢 我还看到这个是四文潘 蔡淑美 以及呢 这个是林旭 林静安 Cherry Lee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就是要来看到NCC 现在是护航华士 要来进驻52频道 谢龙介就爆料了 其实就是蔡英文 他不想要提前剖角 出手来压制党内的势力 让人看到民进党操弄 政治的可怕 为什么世界国国人说 第二任 动算了就白卡就开始 对 因为你当完了 你马上就要卸任了 蔡英文 骄傲 骄傲在这里 可是今天这52台 你看他们现在都 搅拌搅拌搅拌 照理说 和索敬昌是没完 他也这两年多来为你建功立业 做很多派人 把你出来这样 迷行阿爸 抢堵 穿穿穿 一台给他怎么办 本地是要给他压贏 不是 他起心动念 他起心动念 他没放弃 就是离空离输的比赛困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很明显选得 可是他如果不能选 他怕是他不会到 乱生得 结明 所以很明显就是 对他这些 警戒的民俗 国营事业的民俗 就是对他这些 卡布手楼看起来 他已经冠电文餐 这个大阿哥 这个是真正的大阿哥 不是那个大阿哥 对自己有讲 对对对 这个已经是正式策略联盟了 所以这台就变相当的状态 这台下去会变怎样 乎人下去 乱青铁倒下 对 乱青铁倒下 看起来没什么 乱青铁 撤他们没有爱 但是他必须用乱青铁 来建制电文餐 跟索敬昌 如果没有 乱青铁一个刀铁 撤他们要刀铁 对 水刀铁 这这样扮的嘛 这政治是这样来的嘛 不是看这台博士 这台博士才没有 才有什么重要 不是那个电台博士重要 这就是国家的公器 我们人民的公器 人们拿来做手来礼 拿来抢其他人 臭残 也借着整个恐怖平衡 所以青铁兄在里面有拼 他会扶勒 他会扶勒 这种东西 我们在看这个不够 但是他敢是为了 拖青铁打算 不是 他是为了他 不可以提前摆脚打算 那麽麽百官 以及这所有的财团 这有最要做什么的 这些人 反载要听他 对 什么事情还要继续 剩老板参照 不是你们的剩老板 不好意思 你们的剩老板是不用参照 剩老板人就好 对 要继续这个剩老板参照 校正 这局代表就是这样 哇呀 所以在这个五十二台 他没说要送的战争 丹尤雄 他是不理由一个原因 他借他的嘴 说出 给公广集团一个机会 借他的嘴 其实这句话是原因 对 原因就出来 如果今天 发示所有的条件 把他拿出来边闭 要抬中天的时候 所说的那些理由 都可以用在发示的设计 对 因为他们都符合 你听不懂 是怎么今天可以参照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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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参照 参照参照 对 所以这实在说 看得压力了 正在 看得到这里 你真的卡在手里的令人 华世新闻资讯台 与公斥共组 公广集团新闻评 提到筹备小组 进驻52台 今晚外界是质疑 华世财务状况不好入住后 这个亏损恐怕是全民埋单 但是NCC仍然是通过了申请 而且还指出将会争取公事基金会 或是文化部的奥元 让帮助华世转亏为盈 对此文化部长林永德是表示 文化部无法对华世直接补助 另外我们来关心 台湾的疫情 逐科传出了首例新冠确诊 汉民科技的高级主管70多岁的男性 今年1月3号的时候 他从美国返台 那因为3月29号需要再度的出境 所以就到医院自费裁检 那汉民科技第一时间就启动了 紧急应变行动小组 全台厂区全部自主健康管理14天 不过外界质疑他在台湾待了88天 那为什么指挥中心还是把它列为境外移入呢 那另外会不会有像他一样是无症状感染者呢 汉民科技精传首例新冠肺炎案例 中午休时间公司大楼外头 看不到半个人影气氛格外严肃 案1026是汉民公司主管本国籍70多岁男性 长期居住在美国1月3号返台 在台期间没有症状 是因为出境需要3月29号到医院自费裁检才确诊 消息一处让同事人心惶惶 会怀疑有没有本土的感染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只剩2个月在自己裁检的过程中才发现 汉民科技也立刻祭出应对策 八卦第一时间启动应变小组 在3月31号完成厂区清洁消毒 匡列需要居家隔离者皆为汉民内部研发及内勤员工 不是第一线接触客户者 以及全台厂区启动14天自主健康管理 案1026接触者共53人居家隔离12人 自主健康管理41人 已经裁检48人全为阴性 而他31号确诊时CT值31 隔天再验一次CT值36 未继执疑回台湾88天才被验出 这还算是境外移入吗 发病之后10天就没有传染力了 但是有可能你会验 一直验从他的呼吸道里面验到这个PCR 有验出来阳性 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本土的个人 但如果是属于境外移入 在台湾待了80多天还有传染力吗 吸气值31其实算略低了 还有可能有足够的病毒存在 所以现在筛选其实来不及 因为其实很难去预估 在过去72天还得行动足迹 无症状感染者防不胜防 有没有可能被他感染的也没有症状 AZ疫苗3月22号开打至今已经过了11天 那根据正常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 截至3月31号 已经累计有14400人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昨天也新增了一名疑似 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有民众接种后注射的部位 是持续好几天疼痛肿胀 再来来到我们的全球现场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来关注2月1号 缅甸遭到军方政变之后 翁山苏姬至今已经遭到软禁2个月 他昨天出庭应讯 我们把时间交给若宜咯 好 那么缅甸军方是持续的血腥 镇压这些反政府的示威民众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在3月31号 是召开了一个闭门的紧急会议 联合国的缅甸事务特使 博奇纳在会中就恳求安理会 要采取行动来介入了 要避免缅甸爆发这个规模 前所未见的内战 另外遭到软禁满2个月的 缅甸国务执政翁山苏姬 昨天是被加控了一项 藏匿国家机密文件的罪行 累计了已经要面对5项的控罪了 先来听一下他的律师怎么说 他说我已经有人来想要 一旦都不存在 他在这一类抗险的部分 他说他在换个人 他便宜了 我来说他在换个人 他说他在换个人 是什么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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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在换个人 他在换个人 一点 他们都会说 他在换个人 子 2月1号政变之后 翁山苏吉就遭到软禁了 也不曾公开露面 昨天他是在首都奈比多出庭了 刚可以听到他的律师明明所是表示 翁山苏吉是在被追加了一项 藏匿国家机密文件的指控 就了解这项罪名跟他的澳洲籍的经济顾问有关 律师是说翁山苏吉原本要求 要和他的律师团队亲自来面对面 但是并未获准 只能在警方的陪同之下 进行一个视讯的会面 针对缅甸的危机日渐升高 联合国的缅甸事务特使伯奇纳 就拜托安理会考虑所有可行的手段 采取集体行动要做出正确 而且缅甸人民应得的一些措施 要防止爆发多方面的重大灾难 那么伯奇纳也说 他对于和军方对话 仍然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但是他也强调了 如果一昧的等待对方来同意谈判的话 当地的情势恐怕只会雪上加霜 他强调大屠杀迫在眉睫 所以他警告了 有许多的民族的武装组织对缅甸军方 造成了数十人身亡 还有5300人流离失所 有的人是搭船逃往北边的邻国寻求庇护 那么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组织 叫做El Shabab 他们攻击了莫三比克小镇叫做帕尔玛 不但洗劫了这些民众的建筑物 住家甚至砍杀这些居民 有数千人因此逃往附近的森林来躲藏 有的人是试图经过印度洋 从海上来逃生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联合国的发言人就透露说 目前是已经有5300名 因为流离失所 找不到家人的人在登记寻求庇护了 这个武装组织的攻击 并非我们想象的这种一般的抢劫 短时间就抢走财物离开 这些武装分子 他们是发动了三路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是一直 从3月的24号持续到30号 相当长的时间 莫三比克政府是已经确认 有数十人丧命了 莫吉只是表示 这个街头上满是尸体 而且有的人是已经被斩首了 情况相当的凄惨 由于这个小镇 大多数的通讯已经中断了 所以目前还无法证实 真正的伤亡人数 那么半岛电视台的报导还指出了 这个武装组织这一次的袭击 疑似是和一起价值600亿美元的 天然气开发项目有关 根据了解 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 是已经抵达了莫三比克 那么法国的军队 位于印度洋的驻军 也在同步的监看当地最新局势的变化 而葡萄牙也将会派出一支军队 前往莫三比克 要协助来训练当地的驻军 另外来看到是上海在4月1号开始 要实施一个新的人口管理规定 要求在上海逗留超过24小时的人 需要登记来提高人口讯息的采集效率 如果违反这项新规定的人 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1000多元 大陆网友现在就批评说 这个新规定真的是没事找事做 难道现在到上海要落地牵吗 甚至质疑说 是将上海这个国际都市 新疆化严格控管人口的进出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这个上海从昨天就开始实施了 这项新的规定 规定当中就列出了 除了这个参加一日游的旅客之外 这个交通中转 当天往返的公务活动之外 其他如果你要到上海就医就学 旅游探亲等等 要逗留在上海超过24个小时的话 都会被纳入人口管理的范围 需要提供人口资料 上海的新规定 现在是立刻引发了 大陆网友的议论 有很多人就批评说 上海是不是要独立了 需要拿签证才可以进去 还有人说去趟上海还以为是出国 质疑这个新规定的目的到底为何 由于这个民众反应太大了 所以上海市政府的网站 就针对了这个短暂来上海 是否要强制登记的 这个疑问现在澄清了 指出这个新规定将短暂停留 上海的人纳入实际人口范围 其实目的是在提升 实际人口服务的效能 个人是可以根据需求 自主自愿的登记不做强制要求 所以是自己可以自愿来登记的 不会强制的要求的 好 另外一个焦点要来关注了 世卫组织3月31号是公布了 对新冠病毒的溯源报告 但是未能解决国际的疑虑 那么今天外媒在记者会上头就提问了 谭德赛对此表态 要进行下一阶段的调查工作的 后续行动 以及是否已经和大陆还有专家来讨论 先来听一下谭德赛的最新回应 谭德赛说呢 因为这个报告才刚刚发布的 世卫呢尚未讨论后续的一些行动 但他强调世卫组织会尽快的讨论 并且发布相关的讯息 那么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报告表示 经过这个专家小组的评估 新冠病毒传人的四个路径 是认为说 第一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 是经由中间的宿主传给人 再来可能到比较可能的 是从这个原始动物直接传人 再来可能的 是透过这个冷链食物传给人 最不可能极不可能的就是通过实验室传人 但是美国澳洲加拿大等14国 随后就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 这一项国际专家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 拖了太久了 而且呢 未能取得全部还有原始资料跟样本 所以这14个国家对此表达了联合关切 也是有其必要的 谭德赛就说尽管专家认定了 实验室外泄病毒是最不可能成立的假设 但是针对这一点呢 仍然需要展开更多的调查 愿意再派遣额外的工作小组还有专家 那么世卫呢 也将公布下一个阶段的调查工作的进展 讲到这个疫情啊 AZ疫苗先前呢 因为出现了数起的血栓案例 引发外界疑虑 因此呢 这个德国疫苗接种委员会 3月30号就表示了 只建议60岁以上的民众来接种AZ疫苗 60岁以下的民众如果经过这个医师的咨询 而且对这个潜在风险完全清楚的话 仍然可以施打 不过为了遏制这个疫情 65岁的德国总统史坦麦尔 他今天宣布他也已经施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 这个史坦麦尔今天是在柏林的一间医院 接受疫苗注射 之后他是表示他很信任在德国 获得批准的疫苗 他也说了如果要走出这个疫情的话 接种疫苗是决定性的一步 请大家要善用这个机会 加入接种疫苗的行列 那么先前有传出 有比较年轻的人口 在施打了AZ疫苗之后 出现了一些血栓的案例 也引发外界的疑虑 德国官员也一直很难以提振 民众对AZ疫苗的信心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总统 亲自带头施打之外 德国的卫生部长史巴恩 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也都纷纷表示说 轮到自己接种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施打AZ疫苗 米香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您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感谢阿斌的斗内 是斗内给我们若仪的 她说莎莎主播辛苦了 好 非常感谢阿斌的斗内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谁啊 我看到这个是小汤云爱吃的 意大利面跟莲物 好 你终于来了 还有这个是KH&O 以及呢 Joe V.ho 我也看到你了 还有呢 这个是Jeff Tai 然后许尊荣 吴忠勇 And 01115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睽違378天之后 台湾帛琉旅游泡泡首发团 昨天正式启程了 但是也创下旅客史上等最久的记录 早上8点半 他们报到后 裁剪足足 要等6个小时才能够搭上飞机 那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就公布团员裁剪结果 总共123个人进行检验 全部都是阴性 所以旅客是如期出发 陈时中还特别叮咛 提醒到了当地不认识的人 就不要去接触 团进团出 安心旅游 尽管戴着口罩都后露出兴奋的微笑 终于拿到阴性检验报告 123支检体 全部都是阴性 比表定的时间 我们本来是检验时间 要设在12点半 早了15分钟 能这么迅速通关 全都因为旅客提早将近6小时来到机场 早上7点50分 已经有旅客来到淘机三楼大厅报道 摆放行李后依次等待筛检 首批筛检在8点40分就提前开始 现场拉起红楼摆放一排排座位区 让旅客等待筛检 确认好个人资料 再进到玻璃门内进行检检 长达10公分的棉棒要深入鼻腔内采取检体 大约5到10秒才能结束 做裁剪 后面有点小紧张 不会啊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流程 所以既然决定下来 就不会有这个紧张的情绪在 伯六总统会数人也不例外 在木桃人员带领下进行筛检 9点20分 卫副部长陈时中 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都来视察 更提醒相关检疫事项 在等待PCR的这个时间里面 第一个重点的精神 就是大家要尽量小规模的接触 尽量因为万一万一 有发生任何的一个阳性 那可能要进行相关的疫调 再次叮咛 但等待报告期间 五楼的免税店餐厅 似乎还是难以避免 和别团旅客的接触 我觉得这边 真的要做防疫的话 好像有点不太够 因为大家都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吃东西聊天这样 所以如果在裁剪 结果出来之前 好像有点点放松 尽管有些美中不足 但总算全部拿到 阴性检验报告出境 而林佳龙也透露 下个旅游泡泡 很可能就是关岛 预计清明廉价后 就会开始进行谈判 记者刘志展林一祥 曹家人 SNG小组桃园参谋到 所以昨天呢 首发团是风光启程 但是原本被旅试验 期待的泡泡 因为团费过高 回国检疫麻烦 这样的问题 市场反应冷淡 不止首发团 其实根本没有坐满 4月4号出发的第二团 也只有卖出10个位子 五家旅行社呢 就停售4月4号 7号等第二团 及第三团 那华航也调降了 这个机票的价格 每张从25000降到20000元 就是要来挽救 低迷的买气 不过啊 其实呢 旅游业他们在疫情呢 是重挫最严重的 其实呢 他们现在 还是等不到春夜呢 因为劳动部 昨天公布了 最新的无薪价统计 就发现呢 一共有458家事业单位 4406人 正在实施无薪价 比前一周呢 是增加了38家 131人 那劳动官员就表示 新增的人数 9成9 都是来自旅行社 那一样 只是受到疫情未解 还有持续尽管的影响 那再来我们还看到了 又是回到这个NCC 华氏的问题上面了 NCC现在不演了 拍板华氏入主52频道 那华氏呢 还聘请了中正 传播学系的教授罗世宏 以及台大新闻所教授王太利 和北科大制裁所副教授 江亚齐 这样三个人 担任外部公平人 分析三个人的背景 其实他们都曾经 撰文来帮蔡英文 总统的论文挂保证 揭发论文门之一的 贺德芬教授呢 就爆料传出呢 江亚齐 即将要进入NCC 原因就是因为够效忠 那这样的审查委员也遭质疑 无法进到监督职责 长达四个月空平 NCC不演了 主委陈耀祥早就清点 华氏入主52台 但就连外部公平人 都还只能是自己人 经守内控自律 华氏聘三名外部公平人 中正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 台大新闻所教授王泰莉 北科大制裁所副教授 江亚齐 但共同点是 他们都曾替 总统蔡英文的论文挂保证 这几个学位论文 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查证一下 那这三个人 我也是建议 我们要把他们的 事迹也都揭露一下 如果他们还居高位 还控制教育 还控制媒体 以总统论文读后心得为题 江亚齐写的会声会影 从经贸法律层面 大力夸奖蔡英文 赞美了这么多句 赫德芬讲白 都是有目的 听说要进NCC 江亚齐听说有这个风声 因为她非常的效忠嘛 她说她看过嘛 那请你拿出来嘛 什么时候 时间嘛 王泰莉则以政治为网红 与假讯席的距离投书分析 强调2020年选举政治人物 假讯息数量最多的个案 就是蔡英文博士论文 罗世宏则投书平面媒体 蔡英文博士学位真假 谁说的算 吴氏赫德芬等学者努力求证 几篇文章摆明以捧总统为目的 更曾撰文力挺华氏 入主52台 齐心可见 预设立场 仇用 一些的所谓的外部人员 其实就是他的大手 这个青年叔叔看得到 华世有三位外部的审查人员 这三位审查人员 很多位媒体的披露 他们都是在捍卫 蔡英文总统的博士论文的人 因为啊 这种几率啊 这种几率很小嘛 可是大家的直觉都认为说 怎么会那么那么巧 你想想 蔡英文 已经在走向独裁了 呼应学者担任华世外部公平人 过去背景引发质疑 NCC通通无视 若以政治考量为目的 监督力道减半 这样的媒体何来公信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位国小孩童长期在高雄 凤山路边贩售茶叶蛋 去年九月的时候 因为民众po文啊 一度呢 是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当时曾经有在地人 就指控 孩童是被家长利用 来博取路人的同情心来赚钱 那没有想到 舆论关注度下降之后 现在过了七个月 31号又有网友说呢 晚间十点左右 就募集孩童在卖茶叶蛋 其中一位小孩还眼睛淤青 更像网友说 没有卖完就不能回家 是再度引发热议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新北市一间知名的 连锁私立幼儿园 有一名女老师 被家长控诉 管教孩童的时候 强拉小孩的手 甚至呢 一度飞离地面 导致两岁的女童 轴关节脱臼 那回家是不停地哭泣 家长现在是气得要提高 幼儿园说 女老师当时怀孕 未满三个月 没有办法双手抱起小孩 拉手没有抓好 才会酿货 那事后她其实非常的自责 也被留职停薪 教育局则认为 女老师不当管教 不得禁用两年 才罚六万元 玩游戏学英文 小孩开心上课 新北一间知名连锁幼儿园 现在被家长指控 老师在管教过程中 让孩子受了伤 骨科诊断证明 小孩确实左手脱臼 事发在去年三月 两名女童玩积木吵架 老师呵斥制止 把其中一名小女童 用力拉开 没想到小朋友回家后 左手不能动 带到骨科诊所 才知道是肘关节脱臼 家长气得要求看监视器 发现老师强拉小孩的手 甚至从A点甩到B点 飞离地面两到三次 气得提高伤害 一天我们其实都已经承报 教育局跟社会局的部分 那老师也留听 完全没有散躲任何逃避的责任 幼儿园坦诚疏 教育局也回应 该教报员有不当管教 一不失任人员认定通报 才除两年不得禁用 开罚六万元 只不过为人失表 就算是不小心 造成伤害逝世时 恐怕在小孩心里 已经留下阴影 记者新闻祥李宇军 新北采访报道 F51才失势 没想到陆军散兵训练 也差点酿货 蓝英就怒轰蔡政府 只会搞网军 国防战力都不检讨 频频出包 在川普执政时期 还高价军购5000亿 创下了历史新高 蓝英也开酸了 不是要只是武器 就全部照单全收 没有折扣 还比其他国家贵 就是凯子军购 十天前F51才失势 失踪飞官都还没寻货 没想到有伞兵 执行跳伞训练时 因主伞张伞不全 差点发生意外 看得人一身冷汗 航特部赶紧暂停 所有空调训练 短短几天从空军到陆军 没在战场出事 却在训练场差点丧命 民众讽刺民进党执政下 难道国军不如 王军厉害 他觉得第四军 王军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陆海空三军 这一阵子以来 分别不停地出包 代表他的管理是松散的 螺丝是掉的 花这么多的钱 去买军备 可是训练这么的不良 大陆明年就要召开 20大国安局评估 将会对我国国安 造成严重压力 在一党批评 光是在川普执政四年 蔡政府大买军购 超过5000亿 像无人机不但买得 比别国贵 甚至被调侃 买到的不是台湾要的 而是美国军火仓库 买不出去的 现在武器不见得是我们要的 可能是美国快要淘汰的武器 他就交给我们 那我们几乎照单全收 而且价格不能谈 没有打折 反而更贵 建军的规划 还有五年的兵力诊件 然后来筹购的 并没有外界所谓的说 是别人要卖给我们 而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蔡政府撒钱凭战力 但若能拿 精进王军的心力 来精进国军 国军就不会再 一天到晚拉擦 记者零星线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们台湾现在 买不到好疫苗 然后又面临缺水的危机 是引发了民怨 但是蔡英文总统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面 关心的却是 当机的市长和立委 有没有太胖 要求立委要献起减肥 让民嘴陈慧勇看了 忍不住炮轰 这种总统无心治国 根本把自己当成网红 109公斤的立委 总统限期要他减肥 但民进党中常会 市长和立委 搞体重秀 评审是总统蔡英文 堂堂总统管起 限期减肥 网友炮轰国家大事 一箩筐 你怎么没限期 要求买到疫苗 或限期解决血水 你把你自己网红化 我也要来凑个热闹 很好笑 郑文燦跟蔡宇正很好笑 我就来这个 我也来插花 然后大家就一定会报道 旁边都有人拍 故意PO上来 让你们去拍说 你看那个 把他当成梗 蔡总统你不是网红 我们的三军统帅就这样 蔡宇你体重没有降到100以内 我就开除党籍 你为什么不说三个月之内 把谈生意买回来 从莱猪缺水电和疫苗 明明基层填努人愿 为何蔡英文民调 没有真实呈现 我每天在那边敲锅打鼓 蔡总统做得很难很难 你感受不到吗 因为媒体已经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被绿化了 没有人会在绿媒 讲我讲的这些事情 他不会讲 他们歌功颂德都来不及的 很多人是拼了命 拼了命要去捍卫蔡政府 拼了命要帮民进党讲话 为什么 为了新台币 他不见得认同 我有土内 我有业配 我有置入 我没说不行 在党狂酸 民进党完全执政 好处捞进要减肥 恐怕很难 全民都瘦了 荷包也瘦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瘦了 可是他们就是吃好吃满 民进党要瘦难 到底吃了多少的油水 还是因为你们都食盐而肥 当蔡总统笑嘻嘻地看着 艾将体重 心中有没有想到 全国苦苦盼望好疫苗 中南部的百姓正面临缺水 记者林信线徐国豪台北报道 哈喽 大家早安 欢迎持续锁定中天承报 我是孙玲 好 我们先来点点名了 我看到的是洗澡厅中天 还有我们的骆驼队 赶在我们首班车到站之前 搭上了 还有呢 Y6也还在原住民新乐园 张宛军也还在 User User也加入我们了 张东山 德如玉爵都还在 叶大雄也还在 还有这个是苏玛西 小林哥 陈又玲 好 邱玉婷 Andy Chen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我来看到Runding Chu 还有呢 邱福龙 荒野狼也还在 Carven Sim也还在 好 欢迎大家 我们现在第二班车 要正式出发了 那么新闻头条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新门后峰港一处民宅 在昨天晚间六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气暴意外 巨大的爆炸声 伴随着浓浓熊熊烈火 其实吓坏了附近的民众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布水线抢救 十分钟内就将火势给控制住 但是在屋内发现了一名男子 失去了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师救回了一命 不过另一名女子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明显死亡 明镇内部宛如被轰炸过一般 门床碎裂 家具倒落一地 窗户上的铁网铁条挂在半空中 摇摇欲坠 现场满目疮痍 金门后封港这处民宅 一号晚间发生气暴意外 轰然巨响 吓坏民众 你有听到爆炸声吗 对啊 很大声 很大声 帮我吓一跳 气暴伴随熊熊大火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紧急部署两条水线抢救 十分钟内将伙食控制 入内搜索却传来噩耗 屋内一名男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恢复生命真相 而另一名女子被发现时则不幸已经面前死亡 现场拉起封锁线 由火钓科人员进行后续调查鉴定 只是误锁金门才造成交通大乱 现场又传出气暴亡命噩耗 让金门地区实在雪上加霜 记得李俊龙张正明 黄玉兰金门采访报道 好 Henry Cho也还在 还有李杰 加龙也还在 达哥邱俊宏 不小心点到你了 飘哥的Joe Chen Rita Chen 还有呢 黄新俊 妮可 陈寅泰也还在 还有呢 还有谁 好 我看到很多人都还在 有人陆陆续续地加入我们 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地锁定中天城报 再来我们要看到一起车祸意外 这是发生在桃园巴德区中华路 昨天下午发生了这样惊悚的车祸 一辆绿色轿车 先是追撞了一辆轿车之后 一路蛇行 暴冲将另辆休旅车撞上了分隔岛 结果呢 自己也当场翻覆 吓坏了行径民众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绿色轿车失控暴冲撞上白色休旅车 休旅车冲上分隔岛 而绿色轿车则当场惊悚翻覆 从另一个角度更可以看到 绿色轿车一路蛇行 撞上休旅车翻覆后 冒出浓浓白烟 不仅零件喷飞 路数也被撞断 恐怖场景 吓坏行径驾驶 但其实这辆肇事轿车早在不久前 就不断追撞另一辆白色轿车 唯一行径让民众议论纷纷 前路车子过去也跟人家比中止 干销警察都有 不是吃药就是喝酒 他把我撞上去的 我好好走在这条路上 他从旁边下子把我撞上去 此次车后供造成三辆汽车受损 仅有那个张然受差错伤 当事人经酒车子结尾零 事发在一号下午两点多桃源中华路上 车火现场漫目窗移 不止车体零件盆肥四散 分隔岛的树也遭撞断了一排 宛如被轰炸过一般 无辜被撞的休旅车卡在分隔岛上 绿色轿车四轮朝天还在等待脱掉 肇事驾驶疑似精神不济 连撞了两车后还在车火现场 不断嚷嚷让警方好头痛 只好请医护人员将他捆绑送医 所幸这起连环撞事故 没有波及其他民众伤亡 而详细肇事原因 警方正在深入调查 今天就是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前面两天天气都是非常好 所以国道5号其实从昨天早上9点过后 就已经逐渐的涌现车 朝下午1点的时候 时定到平林已经时速不到40公里 高工局透过了大数据分析 预测今天包含了国一南向杨梅至新竹 国五南向南港至平林 几乎都会整天塞车 运量是平日的5倍 所以要提醒用路人出门前要多注意路况资讯 接下来我们看回来 NCC现在是拍板定案 让华市入主52台新闻黄金区段 但是在各界的质疑之下 中天其实还在打行政诉讼 而且华市是连年亏损 新闻人力严重不足 这样怎么还有资格来入主52频道 蓝眼痛批 就好像你硬是把台大的学生开除 然后让落榜的学生上台大 超超康也痛批 NCC还有工广集团都应该要废掉 非常高兴华市新闻台进驻52区块 NCC让华市入主新闻黄金区块 中加系统124万收视户 最快4月13号开始就会看到华市出现在52台 但华市每年亏损上亿 员工只有164人 到底凭什么入主黄金区块 中天新闻台关台 然后换给华市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合格考上台大的学生 硬是把他开除 然后换一个考不上台大的学生 硬是让他入学 然后说那我们再帮他补习三年 华市说三年内要补足到400人 但这只是行政指导没有约束力 换言之未来就算华市的承诺跳票 上了车不补票 甚至做得再烂 还是能稳坐52台 从华市被逼到工广集团后 华市是每下愈况 每况愈下 不管是新闻部跟节目部 我的预测 将来这个新闻频谱这一块 收视率最低一定是52台 它的收视率可能没有中天的一半 看中天挺华市难道走就是绿高层盘算 去年5月传出总统府密件提到要处理中天 果然是1月就否决中天换照 主委不必嫌公开喊话给华市 今年1月中家先送还雨没下文 2月改送华市 结果立刻排入审查 不到一个月华市就过关 网友痛批NCC不演了 国之公器私相授授 完全照剧本走 早退租第四台了 中天的行政诉讼还在打 NCC是不是铁了心要保送华市过关 民进党政府搞52台也不必演 费你52台的照就费你的照 我要给你放到华市 把华市放到50台就放到52台 也不必演 早就这个版本就是这样 不但NCC可费的 我觉得公广集团也可以费 对媒体可以搞成这样子吗 这很可恶 网友红未来从49台到54台一片绿 执政者难道要绿化所有新闻台 记者整容启程进一台北 测试报道 好 我们再来点点名 我看到黄美琴说无法无天 还有路过的Lerang风萧萧 我都看到你们的黄太后 也是说NCC真的是脏兮兮 还有礼节说废掉加一 还有我看很多人都说 拒看华市是不是 然后感谢阿斌的斗内 他说小汤圆 他说要做什么 菲力牛排佐白酱意大利面 配菜是芦笋及薯泥 下班我等你吃饭 好喔 非常感谢你 还有看到这个是路易市 还有红亮无顺中 洗澡听众天也还在小丑于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我们持续来看到 华市新闻资讯台 还有公式共读的 公广集团新闻频道筹备小组 进驻52台 尽管外界是质疑 华市的财务状况 不理想入住后 亏损恐怕会是全民要买单 但是NCC仍然是通过了申请 而且还指出将会来 争取公式基金会 或是文化部的奥元 让帮助华市转亏为盈 对此文化部长李永德 是表示文化部是没有办法 对华市直接补助 好 那么一般民众 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想呢 华市亏损 但是入主52亭道这种黄金区段 我们一起跟着辫子妹来随机接访 白眼NCC独立公正是笑话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完全操控在少数人手里 你觉得呢 这车叫乱来的啦 哪里乱的 看不下去啊 就是NCC公正是笑话 跟剧本写的一样 剧本怎么写 我们就怎么演 你说NCC怎么演吗 对啊 哎呀华市就华市 反正不看第四台 也满NCC不演的 也NCC独立公正是笑话 你选哪一个 我不看 你不看什么 你选什么办法 不看华市 都不看第四台 没什么好看的 看手机就好了 年年亏损是全民买单而已 然后呢 我们做人民又能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公正 就是听上面行事 那个哪有什么独立判断 委员的话 没有到他自己判断的能力 我觉得 他那种议员堂 经常骂国民党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他变本家立 他哪一个做得不比国民党很烂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没办法 你现在执政就以前阿兵讲说 不然我就丟了不你要怎么 拿他没办法 懂不懂 资源坐在他手里 他要怎么弄你 他怎么弄你 这个机关根本不是一个公正独立的机关 什么机关 他是一个有一点像东厂 你说谁像东厂 NCC 为什么 这个 第一个是管太多什么都管 不该他管了他也管 第二个干涉新闻自由 好像又回到以前专制的时代 反正应该都是靠着民进党吧 对大概就这样 你说NCC 对啊 为什么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执政党又民进党 如果你NCC介入这种 这种动不动就关台 那以后我在什么台 我不就把你给关了 对不对 就觉得很不公正 对 所以委员是白色 NCC 我跟你讲 那种烂单位可以裁掉的 说实在的 都被他们操控在手里 你说这种单位 他有公正性吗 你觉得他有公正性吗 完全没有嘛 对不对 中天他为什么要管 中天好 大家都老百姓都那么支持 他为什么要管 因为中天跟他打对台 可能有些暴斗东西 是不利于他的 现在政府就一人堂之间 他手里他管你就管你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看了这个废掉 我希望废掉 不应该有这种的垃圾 不入类的就什么人 我看不下去 华氏年龄亏损 现在需要强势入竹 52频道你觉得呢 辫子妹直接发现 我们的选项三 白眼NCC独立公正 是笑话妈 是最多人选的 好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 你选的答案是什么呢 留言跟我们说 再来我们看到这位 艺人鸡排妹 在4月1号羽人节这一天 她是贴出了 与一名男子相依偎的 亲密合照 她还刻意呢 把男生的头部给挖空 让网友来猜猜身份 那对此不少网友 是纷纷披上了自己的照片 但是呢也有人啊 将歌手翁立友的头 给披了上去 让鸡排妹是不断的删文 并且加开了一则贴文 给网友贴二稿图 并且回复 今天是羽人节 如果能让更多人开心 我也是OK的 那过12点请自删 大方的展现气度 那另外我们要再来看到 是日本捉求天后 辅渊爱前阵子 被日媒直击 与外形高帅的 早稻田学弟 同富横滨 约会间过夜 现在其实爆出了 这名男子 早就是人夫了 却还骗辅渊爱 自己是单身 让辅渊爱是崩溃到 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人 相当的憔悴 只是江洪杰似乎也不好过 在妻子爆出双重不轮的消息 传出之后 他是一反常态 不再晒出他的小孩 而是陆续po出了 这种海景全黑的图 这样五张照片的状况 令人担忧 再来我们要关心到 我们的疫苗讯息 AZ疫苗3月22号开打 到现在已经过了11天 那根据 张浪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 截至3月31号为止 已经累计 14400人接种了 第一剂疫苗 昨天又新增了一名 疑似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也有民众在接种后 注射的部位是持续好几天 疼痛肿胀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我们国内的疫情 竹科现在是传出了 首例新冠确诊 汉民科技的高级主管 一名70多岁的男性 今年1月3号从美国返胎 那因为3月29号 他需要再度的出境 于是就到医院 自废裁检 确诊才发现染疫 那汉民科技第一时间 就启动了紧急应变行动小组 全台厂区全部都是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不过外界就只要 他在台湾待了88天了 那指挥中心 怎么会把他列为境外移入呢 那消息一处 其实附近的科技大厂 还有餐厅的员工 都是忍心惶惶 因为汉民科技就位在 竹科的心脏地带 距离台积电 和连电都很近 步行距离都在10分钟左右 听到自己 原来跟确诊者的距离 曾经这么近都不敢相信 31号公布的案1026 证实是竹科汉民科技的员工 从入境到确诊 已经经过88天 消息一出附近军名 人心惶惶 有境外 人民会有点褒动 认为没办法避免 看看汉民科技的位置 可以说是在竹科的心脏地带 附近台湾重要科技大厂环伺 像是对面 就是台积电七场运动馆 就离连电8S厂 也只有80公尺的距离 台积电5厂550公尺 3厂500公尺 不到10分钟之内就能抵达 不仅如此 附近的餐饮业超商 恐怕也是人潮热门聚集地 像是星巴克 两间便利超商 都坐落在附近 走路差不多5分钟就能抵达 听到竹科有确诊者 餐饮业者担忧 全写在脸上 邻居客 赞四神 对 这当然会担心 因为他就会一来 比如说客户知道 我们这边有确诊人数的话 我们生意就会有差 不只生意受冲击 指挥中心认为 没有感染的可能 到现在为止 都不公布确诊者足迹 网友更炮轰 太扯了 竹科也沦陷了吗 护国神山 难道也不保了吗 入境快三个月 也能扯境外 入境台湾社区个案 不是第一届 现在连台湾真正的心脏 新竹科学园区 都有可能沦陷 指挥中心仍然认为 不必要公布路径 不必扩大筛解 不认为是本土感染 但台湾社区真的安全吗 民众心中 打上大大问号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先感谢 达斯韦达的斗内 他说我们与中天 所有英雄 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直到中天重回52台 直到英皇暴政下台 中天加油 好 非常感谢达斯韦达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 对我们中天的支持 我还看到的是 美瑜也来了 还有这个是 陈贤俊 刘邦宏 还有呢 碰诗 邱志宗也来了 还有呢 苏维珍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 又在加一在加什么了 但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接下来 国际间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 3月31号公布了 对新冠病毒的 溯源报告 但是没有办法 解决国际疑律 外媒在世卫记者会上 就提问 谭德赛对此表态 现在要进行下一阶段的调查工作 后续行动 以及是否已经与大陆籍专家 已经来讨论了 我们来听 谭德赛的回应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美国啊 这个边境危机 现在是越影越烈 当局最近就曝光了一段影片 人口贩子将一对姐妹 送往美墨边境 爬上了四公尺的高围栏 直接把小孩给丢下去 那现在其实有超过 四千多名的难民孩童 他们挤在了 只能够容纳 250个人的检疫帐篷里面 大家全部都是肩并肩 睡在地上的软电 现在更爆出了 有七分之一的小孩 都已经染上了新冠肺炎 恐怕又是厉害疫情危机 人口贩子爬上四公尺高围栏 把一个小孩直接往下丢 地面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下一秒 另一个小孩也被硬生生衰落 两名难民小孩一个五岁 一个才刚会走路 由于拜登政府上任后 大局放宽难民入境条件 30号更首度开放媒体记者 到一处无证孩童收容中心采访 儿童被安置在大型的透明帐篷 身穿简单衣物 盖着铝箔纸 4000多人把原本只能容纳 250人的空间塞满满 这些孩童来到美国无依无靠 有人哭着要找妈妈 更糟糕的是简陋的生活环境 让七分之一的小孩 因此染上新冠 这些孩子 有些人会告诉你不同的故事 他们会告诉你 他们没有父亲 我有个小孩 我跟她说过一段时间 她说她失败了母亲 她没有父亲 所以她来到这个国家 因为她的祖父 会参加支持者 美国疫情不见好转 大家依旧不甩防疫规定 就是要群聚开趴 德州还有人因为不戴口罩 与警方爆发冲突 魏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 不理会确诊数飙升 31号推翻州长下达的口罩令 恐怕将使魏州 徘徊在疫情崩溃的危险边缘 尽管接种疫苗 能保护民众免受病毒威胁 但纽约一名女子 打了两剂莫德纳疫苗 一个月之后仍旧染疫 原来是她参与一场朋友聚会 但是没有戴上口罩 因此染上新冠 她奉劝大家就算打了疫苗 防疫工作还是不能少 记者叶利伟总好报道 另外我们要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 即将在4月9号 要进行领袖级会谈 这也是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次来会见外国的领袖 会后双方预计会发表联合声明 来反制大陆海警法 另外每日再调一台猎雨 也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 台湾该怎么办 请大家锁定 4月5号星期一 中天全球大事业特别报道 由主持人林嘉元 国际情势专家雷倩 以及魏国燕 带来重量级的解析 另外我们也要来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知道 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 全球大事业频道 这个是中天新开张的频道 等于就是中天的国际频道 请大家立刻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怎么找呢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一栏 频道精选 第二个logo就是全球大事业频道 请点击进入我们频道的首页 在画面的右上方 有一个订阅按键 点下去再开启小铃铛 选全部通知 就完成订阅了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 多多的浏览我们的影片 并且呢 记得在影片的下方按赞留言 或是帮其他正面的留言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 好 另外我们先来感谢 因为我怕等一下就跑掉 这个是达斯维达的斗铃 他说中天关台隔天 他就拔了第四台 诚恳呼吁所有 还在用第四台挺中天的好朋友们 拔掉第四台 挺中天 让那些有限业者 自己去自立自强 中天加油 小汤圆加油 好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的忠实观众达斯维达 那另外清明廉价首日国道的最新路况 我们一起来听高宫局的最新说明 在北部地区 国武南向南港至头城路段 从早上五点开始 会有车多拥舍的情形 那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 而在国一的北向原山至大华系统 在中午的时段会出现车多 那在国一的南向杨梅至新竹系统 从早上七点开始 也会出现车多拥舍的情形 至下午才会获得疏解 那国山的土城至关西路段 也是在早上七点开始 会出现车多的情况 在国一的南向 彰化至浦岩系统 从早上开始会出现车多 直至下午的六点才会获得疏解 而在国山的南向快关至雾峰路段 在中午的时段 也会有车多拥舍的情况 那国六的东正旧正道的国姓路段 也是在中午时段车多 南部地区在国一南向大湾制路竹路段 在傍晚的时候会出现零星的车潮 而在国时的东向人舞制燕潮路段 也会在中午的时候 有车多拥舍的情形 早上7点22分 又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我们来关心一下 其实目前台北市外头云层量 还是比较偏多一些 但是相信中南部地区 应该已经开始放晴了 我们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五 虽然台北市外头画着大太阳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区 但是至少内湖区 现在是没有太阳的 目前外头23.8度左右 今天降雨几率是0% 今天基本上各地天气 都是相当的好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我们先看到卫星云图 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其实今天全台各地 低温一样就是维持在 20到24度左右 所以是比较凉爽的天气 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 真的就热起来了 今天全台普遍高温 都可以来到30度左右 那西半部地区 当然就会更热了 这个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出门玩的时候 在外面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防晒的工作也一定要做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关心一下 今天降雨范围 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台湾的马祖 今天都会下起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那另外也要提醒 其实中午过后 西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下起一些 零星的降雨 所以真的要多加留意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就是好天气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 基本上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东半部地区的观众们 今天外出的时候 可能还是提醒大家 要记得攜带雨具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天气走势图 来关心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这两天假期真的要好好把握 好天气 各地基本上都是可以见到 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但是到了廉价的第三第四天 好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所以北部和东半部地区要变天了 除了天气转良之外 也会开始下起局部短暂震雨 那另外中午过后 中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震雨 那到了下礼拜二的时候 东北季风是减弱了 所以各地的气温又会再度的回升 只是那东半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但是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东北季风是再度的增强 所以各地当然温度又会稍微再下滑一些 那另外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又会开始下起雨来 最后关键字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今天全台呢 普遍都是比较闷热的天气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防晒的工作要做好 以及呢多补充水分 那另外今天就是东半部 还有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以及呢中午过后西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下一些零星的震雨 最后还是要来提醒西半部地区 还有金马呢 今天还是有局部起务的现象 一定要多加留意 以上就这节气想资讯提供给您 台湾有好多聪明的发明 而这些产品正在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你还没去上进度吗 还是你没有时间去挑货呢 没有关系 冬天直播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下午四点到五点 卷卷头挑货 我们先感谢两位的抖内 一位是方多泽 好 方多泽这一次呢 也是给了一个赞 好 非常感谢你 还有Derek Wu 他是回应达斯维达 他说他也退了第四台 好 感谢两位的抖内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咯 等一下到了八点的时候 请大家跟着我们的燕影主播 一起转到我们中天新闻频道 持续地收看城报新闻 那大家当然也可以留在现在这边 但是一起转到我们的子评 可以将您的观看 直接转成点阅数 对我们的营收才会有实质的帮助 有机会一起冲进发烧榜 这节台湾大小时 我们要先看到的是 富商翁茂中炒股被判刑 一年的一幅社会劳动 那负责执行的麻豆警分局 涉嫌包庇放水 那台南地检署一号讯问之后 认为翁茂中与当时任职 麻豆分局官田分住所的阳姓副所长 设犯刑法的未造文书罪嫌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玉山 好了直播各位观众 涉及徐木青案的富商翁茂中 因为炒股被判刑一年确定 不用坐牢但要服社会劳动 不过高检署调查发现 负责执行劳动的场所 台南麻豆警分局 竟然涉嫌包庇放水 翁茂中原本应该要执行 2196小时的社会劳动 但他竟能在短短9个月内完成 高检署计算 如果以9个月270天 每天服劳务8小时 也要2160小时 所以就算他天天去报道 也做不完 更何况高检署接获检举表示 翁茂中从来都没有在分住所出现 只已有远景收贿放水护航 离谱的事关田分住所 协助翁茂中 未造社会劳动资料的日期 竟然包括大年初一 台风停班天等 高检署认为 全案涉及贪污 以后指派检察官 带领11名事务官回军南下 搜索约谈19名官警 同时带回翁茂中征讯 经过漏页询问之后 认为翁茂中和当时任职 官田分住所的阳姓副所长 设犯刑法未造文书罪嫌 其有串政灭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挤压禁件 以上最新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调查局 搞丢了6.5公斤安毒案 现在延烧 那航机站前机动组组长呢 徐素良和妻子遭收押 桃园地检署是进一步的公布了 大批查扣的证物 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29只劳力士爱马仕 这样的名表 以及25个LV名牌包 住家就好像精品店一样 那根据指出 其实徐姓调查官 月薪顶多是10万元 却拥有市价大约500万的高级兵士 就是因为西杂很高调 PO一些讯复照才会引起注意 桃检讯后呢 认为徐姓调查官夫妇 设犯贪污罪嫌重大 而且呢有串政之余 申请桃园地院裁定羁押禁件 好 再来我们来问问啦 谁是廖士军 有没有人认识廖士军 还是有朋友叫廖士军的呢 记上一次啊 寿司店引发的鲑鱼之乱 章话由汉表连锁店呢 在羽人节当天开幕 一名叫做廖士军的网友 在社团PO文就说要吃爆他 那没有想到就成了店家的火广告 汉堡店将留言截图 印在店门口 要网友呢 廖士军来吃爆 果真调出了本尊 他还带了亲朋好友 一共是20个人 最后店家是通通免费招待 五层肉大汉堡张大口爽快咬下 吃爆了哦 坏家一整桌 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和员工 一共是20人通通免费吃汉堡 不用钱 店家招待都是因为这篇PO文 原来有民众在社团预告 愚人节当天有连锁汉堡店 在彰化开幕 这位廖先生留言必须吃爆 没想到成为店家火广告 把截图印成红布条 还点名要PO文的 廖士军愚人节就等你来吃爆 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蛮开心的 带着家人 还有我们自己的员工 都带去 不过我们休息就出来吃汉堡 原本以为是愚人节玩笑 没想到洗净呢 店家开幕当天 调出了廖士军本人 带着身份证 还有一家大小20人吃购本 店家现场特制 火烤五层牛肉汉堡 免费吃汉堡 不用改名还比吃寿司 改名鲑鱼来得方便 网络上掀起讨论 也让业者达了一场漂亮宣传战 记者陈正伟 韩志静悟彭新 彰化报导 上面七个特质 至少有三项符合 欢迎报名参加 第一届网红直播选拔大赛 你想当网络新闻主播吗 还是YouTuber直播记者 赶快报名 你将有机会和数万名网友 同时在线一起追真相 一起报新闻 4月16号报名截止 详情请上中天新闻脸书 或中天官网 或是扫描QR Code 直接线上报名 等你哦 好 我们接下来要再来感谢 两位网友Doneal 这个是达斯维达 她说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收视权利 捍卫中天 捍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 捍卫我们最爱的小汤圆 绝对不让小汤圆心碎中天加油 非常感谢达斯维达 以及Y6 她说她就是想要Doneal而已 没事了 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两位 那么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有一名女网友 她PO文控诉用小猫外送 点了某家颇知名的米糕 但是吃到一半呢 她看到了完整的蟑螂尸体 就在这边了 她反映给店家之后 老板不但没有道歉 还反撬 那你下次不要买就好了 随后遭到了一行大军出征 那原PO直言 因为生枝小店 经营不容易 所以她本来没有打算要爆料的 但是没有想到 老板根本不认错 也没有道歉 还反撬不要吃就好 让她忍不住向熊猫控诉 并且PO网来告诉网友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同样是一名女网友 她就分享呢 日前啊 老公呢将绿豆泡水 放到店锅内 准备呢要煮绿豆汤 但是没有想到 就被遗忘了 三天之后打开 映入眼帘的 就是这一个景象 让她几乎打开的那一刻啊 味道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那这个文章呢 PO上网之后 网友纷纷留言啊 直指呢 这个文章好有味道啊 还说呢 好有味道的画面 有人说 有味道的贴文 还有人说啊 应该是臭番了 以及呢 最后还有网友说啊 哇 这个绿豆汤 变成豆芽菜汤了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啊 是跟超商店员爆发口角的 爱马仕姐 大家还记得吧 最近呢 在网络啊 PO影片 想要来公审超商店员 没有想到呢 反而是被网友踏罚 网络上也流传了各种 她的负面消息 而时昌 在女儿联络簿上画画的神人 林爸爸 这次呢 也跟上了时事啊 在粉专呢 林爸爸签联络簿啦 就贴出了新作 可以看到小熊维尼 穿着他马式小火车的服装 也余呢 却又带有几分的可爱意味 让网友是纷纷转发 那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啊 这个台博旅游泡泡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因为其实昨天首发团 123个人全部都是裁剪阴性 所以顺利的搭机 然后呢 前往了帛琉 那帛琉的总统 当然也很开心 见到我们台湾这些观光客嘛 所以呢 他就是赠送了一些 特色的防水带啊 以及呢 抵达帛琉之后 还有一些歌舞 来迎接所有的台湾观光客 但是呢 好像后继无力的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次发团 4月4号 次发团的销售 好像不太好耶 因为呢 很多人就担心嘛 这个团费过高啊 还有你回国 其实检疫还是相当麻烦 所以市场的反应 是非常的冷淡哦 现在呢 只有10个人报名 而且呢 6家的旅行社 只剩下一家 还要来这个找人哦 但是呢 我们再看到4月7号 这个是再一次的这个发团哦 其实呢 至少也有4家 是已经决定不出团了 所以可以看到 好像次发团哦 这个贩卖的是不太好哦 而且我们看到华航呢 其实哦 他们也是现在在考虑 要把他们的这个机票的价格 往下调 从每张两万五千元 是一路降到两万元 要来赶快抢救低迷的买气 不过我们就看到 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的教授 黄振聪 他就说啦 其实啊 后续你收客不佳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价格太高了 而且呢 因为担心疫情嘛 所以是只限团体来报名 而且还要团进团出 其实呢 程序是相当的麻烦 而且你回国之后 还要是高规格的自主健康管理 其实很多人是觉得 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呢 才会造成我们现在台博的旅游泡泡 好像呢 是消泡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我们来看到 昨天啊 首发团出发 其实大家是蛮兴奋的 不过啊 旅客们 他们是提早五个多小时 到桃园机场集合嘛 他们八点半就去了嘛 那被闷了378天 终于可以出国 有旅客就说 拿到检疫证明的那一瞬间 好像考上了第一志愿的感觉 也有人兴奋的说 准备了非常多套的泳装 要去迎接帛琉的太阳 很期待很开心啊 终于可以出国了 还有你任何一次出国都还要让你 上第一志愿的感觉 等了三个小时 终于拿到核酸检测 银行报告 旅客超级兴奋 迫不及待要飞往帛琉 尽情大玩特玩 好久没看到如此盛况 免税店的员工列队排排站 亲切挥手欢迎 大批旅客开心逛免税店才买物品 目前还没 还没 忙着拍照 闷了一年多没出国 什么都觉得好新鲜 连免税店也要拍照 打卡留念 从首发团旅客的脸上 能感受到出国旅游的兴奋之情 旅客还点名 水母湖 牛奶湖 洛克群岛 大断层是一定要去玩的 睽違378天 众所瞩目的台博旅游泡泡 首发团顺利成行 记者刘志展 蔡雨山 SNG小组桃园采访报道 好 我们感谢这个是 达斯伟达的斗内 然后呢 还有这位是美鱼 好 大家都在讨论第四台 好 不管怎么样呢 她说要给中天加油 怡玲加油 好 非常感谢美鱼 还有这个是飘过的Joe Chen 她说支持中天 所有主播工作人员加油 好 非常感谢三位的斗内 那么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看到 清明四天廉价 已经正式来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出去玩 不过在新冠犯疫情 还未解的情况之下呢 国内势必再爆出一波出游潮 为了让民众出游前 有参考的依据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也重启了年前建制的 台北旅游警示灯号 即日起会提供西门丁 市里官邸 以及市里夜市 这样12个热门景点警示灯号 民众可以在台北旅游网 或是现在玩台北的APP来查询 简单掌握景点情况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史上最美区间车 EMU900举行了首航典礼 有200位民众率先体验EMU的列车车头 有台铁经典的微笑曲线 搭配绝美的银白车身 很有看头 另外内装的设计也是很有巧思 粉嫩的色系还可以自动调节采光 因此让民众都非常的期待 清理廉价就能搭乘 安静到几乎快听不到引擎声 车头流线型还带着经典的微笑曲线 搭配绝美银白车身 系上荧光绿腰带 让他夺得最美区间车称号 台铁EMU900举行首航典礼 赶在首航前取得第三方公正单位安全证明 还有200名的新北街楼民众率先体验 很漂亮啊 里面也不错新的 它是很高兴所以改变了很多 让我们坐得更舒适 只有外观好还不能穿坐绝美 车厢内部大曝光 座椅首次采用粉嫩色系 采光明亮柔和还能自动调节 不但有无障碍措施 更有孕妇专属座位 跟最新哲力式自行车架 给民众最舒适搭乘体验 感觉这跟捷运一样就是很多 很老做 很素 没有话说 一斤棒 台铁投入253亿经费 预计采购520辆 2023年才会全面完成交车 让抢大的民众 从早上就开始排队 从这个位置 由我们教会大哥做第一个 对五棉严谨200公尺 纪念套票让铁道迷 完全没有办法抗拒 上12点半等了现在 500分就很少 就想说来的能 最美区间车在首航后 4月4号起正式投入营运 清明廉价期间每天行舍两班 树林到花莲间协助输运 4月6号起将定期奔驰 在苗栗到接龙两地 铁道迷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周天杰何之宇台北报道 今天开始天气齐了 日夜温差很明显 礼拜五开始中午就是偏暖的天气了 我们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 依然比较偏冷 因为一个气象的成功 不是靠一个气象主播 戴力刚每天在中天为你说天气 我们先来感谢斗内路过的昆县说 小太人斗内就是可爱 支持中天新闻 加油加油 还有阿斌说 小太人明天还要上班 辛苦你了 好 非常感谢两位 还有呢 孙鹏飞 好 也感谢你的斗内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呢 Ocean Tropical 他说在多伦多看到 华市要入主52台 不斗不行了 据看华市中天加油 中天的员工加油 永远挺你们 好 非常感谢四位的斗内支持 那另外我们要再看到 南海风云警张 国安局长陈明通 昨天在立法院提出了 南海情势报告 他透露了法国核潜舰 护卫舰近期呢 在南海东海出没 那另外应得两国也规划 年内要派借巡议 印太地区 那由于核潜舰不容易侦测 国安局是明确地指出 法国核潜舰近日有 现宗在南海以及东海 就显示呢 我国与国际情报单位 交换情资合作密切 明确地掌握了 南海的军事动态 那么接下来 这一节的国际 大小事呢 好 全球现场 我们要来关注些什么事情 把时间交给Roy了 好 那么缅甸军方呢 是持续地协心 镇压这些反政府的示威民众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呢 在3月31号是召开了 一个闭门的紧急会议 联合国的这个缅甸事务 特使薄奇纳呢 在会中就恳求这个安理会 要采取行动来介入了 要避免缅甸爆发这个规模 前所未见的内战 另外呢 遭到软禁满两个月的 这个缅甸国务执政 翁山苏基呢 昨天是被加控了一项 这个藏匿国家机密文件的罪行 累计了已经要面对 五项的控罪了 先来听一下 他的律师怎么说 他们的团队 那么2月1号政变之后 汪山苏吉就遭到软禁了 也不曾公开露面 昨天他是在首都奈比多出庭了 刚可以听到他的律师明明所示表示 汪山苏吉是在被追加了一项 藏匿国家机密文件的指控 就了解这项罪名跟他的澳洲籍的经济顾问有关 律师是说汪山苏吉原本要求 要和他的律师团队亲自来面对面 但是并未获准 只能在警方的陪同之下进行一个视讯的会面 针对缅甸的危机日渐升高 联合国的缅甸事务特使伯奇纳 就拜托安理会考虑所有可行的手段 采取集体行动要做出正确 而且缅甸人民应得的一些措施 要防止爆发多方面的重大灾难 那么伯奇纳也说 他对于和军方对话 仍然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但是他也强调了 如果一昧的等待对方来同意谈判的话 当地的情势恐怕只会雪上加霜 他强调大屠杀迫在眉睫 所以他警告了 有许多的民族的武装组织对缅甸军方抱持相当相当鲜明反对的立场 所以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如果无法避免这个军方暴行升级的话 长期下来不止缅甸 甚至全球恐怕都将会付出重大的代价 好 另外一个画面要来看到是非洲国家莫三比克 在这个地方北方沿海有个小镇 在上个月底遭到了伊斯兰国相关武装组织的攻击 造成了数十人身亡 还有5300人流离失所 有的人是搭船逃往北边的邻国寻求庇护 那么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组织 叫做El Shabab 他们攻击了这个莫三比克小镇叫做帕尔玛 不但洗劫了这些民众的建筑物 住家甚至砍杀这些居民 有数千人因此逃往了附近的森林来躲藏 有的人是试图经过这个印度洋从海上来逃生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这个联合国的发言人就透露说 目前是已经有5300名 因为流离失所找不到家人的人 在登记寻求庇护了 这个武装组织的攻击 并非我们想象的这种一般的抢劫 短时间就抢走财物离开 这些武装分子 他们是发动了三路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是一直 从3月的24号持续到30号 相当长的时间 莫三比克政府是已经确认了 数十人丧命了 莫吉只是表示 这个街头上满是尸体 而且有的人是已经被斩首了 情况相当的凄惨 由于这个小镇大多数的通讯已经中断了 所以目前还无法证实真正的伤亡人数 那么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还指出了 这个武装组织这一次的袭击 疑似是和一起价值60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发项目有关 根据了解美国的特种部队是已经抵达了莫三比克 那么法国的军队位于印度洋的驻军 也在同步的监看当地最新局势的变化 而葡萄牙也将会派出一支军队前往莫三比克 要协助来训练当地的驻军 另外来看到是上海在4月1号开始 要实施一个新的人口管理规定 要求在上海逗留超过24小时的人需要登记 来提高人口讯息的采集效率 如果违反这项新规定的人最高可以被罚款 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台币21000多元 大陆网友现在就批评说 这个新规定真的是没事找事做 难道现在到上海要落地签吗 甚至质疑说是将上海国际都市新疆化 严格控管人口的进出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上海从昨天就开始实施了这项新的规定 规定当中就列出了 除了参加一日游的旅客之外 交通中转当天往返的公务活动之外 其他如果你要到上海就医就学旅游探亲等等 要逗留在上海超过24个小时的话 都会被纳入人口管理的范围 需要提供人口资料 上海的新规定 现在是立刻引发了大陆网友的议论 有很多人就批评说上海是不是要独立 需要拿签证才可以进去 还有人说去趟上海还以为是出国 质疑这个新规定的目的到底为何 由于民众反应太大了 所以上海市政府的网站 就针对了这个短暂来上海是否要强制登记的这个疑问 现在澄清了 指出这个新规定将短暂停留上海的人纳入实际人口范围 其实目的是在提升实际人口服务的效能 个人是可以根据需求自主自愿的登记不做强制要求 所以是自己可以自愿来登记的 不会强制的要求的 好 另外一个焦点要来关注了 世卫组织3月31号是公布了对新冠病毒的溯源报告 但是未能解决国际的疑虑 那么今天外媒在记者会上头就提问了 谭德赛对此表态要进行下一阶段的调查工作的后续行动 以及是否已经和大陆还有专家来讨论 先来听一下谭德赛的最新回应 谭德赛说因为这个报告才刚刚发布的 世卫尚未讨论后续的一些行动 但他强调世卫组织会尽快的讨论 并且发布相关的讯息 那么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报告表示 经过这个专家小组的评估 新冠病毒传人的四个路径 是认为说第一 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 是经由中间的宿主传给人 再来可能到比较可能的 是从这个原始动物直接传人 再来可能的是透过这个冷链食物传给人 最不可能极不可能的就是通过实验室传人 但是美国澳洲加拿大等14国 随后就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 这一项国际专家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 拖了太久了 而且未能取得全部还有原始资料跟样本 所以这14个国家对此表达了联合关切 也是有其必要的 谭德赛就说尽管专家认定了 实验室外泄病毒是最不可能成立的假设 但是针对这一点仍然需要展开更多的调查 愿意再派遣额外的工作小组还有专家 那么世卫也将公布下一个阶段的调查工作的进展 讲到这个疫情 AZ疫苗先前因为出现了数起的血栓案例 引发外界疑虑 因此这个德国疫苗接种委员会3月30号就表示了 只建议60岁以上的民众来接种AZ疫苗 60岁以下的民众如果经过这个医师的咨询 而且对这个潜在风险完全清楚的话 仍然可以施打 不过为了遏制这个疫情 65岁的德国总统史坦麦尔 他今天宣布他也已经施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史坦麦尔今天是在柏林的一间医院接受疫苗注射 之后他是表示他很信任在德国获得批准的疫苗 他也说了如果要走出这个疫情的话 接种疫苗是决定性的一步 请大家要善用这个机会加入接种疫苗的行列 那么先前有传出有比较年轻的人口 在施打了AZ疫苗之后出现了一些血栓的案例 也引发外界的疑虑 德国官员也一直很难以提振民众对AZ疫苗的信息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总统亲自带头施打之外 德国的卫生部长史巴恩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 也都纷纷表示说轮到自己接种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施打AZ疫苗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第一届中天新媒体网红主播雪拔大菜开跑了 报名报起来 机会跟着来 好 赶快来哦 4月16号报名截止 想请请上中间新闻脸书或中间官网 或扫描这里的QRCO直接线上报名 好 到了小汤圆主播日常的时间了 大家看到还是同一套衣服 就要知道这还是第一天的宜兰行程 还没有介绍完哦 已经介绍了五天 但是还没有介绍完 那这个呢 其实是壮围沙丘 那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要去 只是因为想说难得嘛 到了宜兰就干脆去海边 原本是想说看夕阳 结果发现到壮围沙丘方向是不对的 完全是东西相反的 那所以呢 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天气呢 可以看出来就是阴天 而且呢 浪算是蛮大的哦 而且风也是蛮大的 但是呢 在壮围沙丘的一个好处 就是呢 可以看到龟山岛 而且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我在那边跳啊跳啊跳的 拍了好几张照片呢 就是在壮围沙丘这边拍 那昨天我po的那张照片 不是在玩沙吗 那个其实只是蹲下来摸一下 那个沙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呢 壮围沙丘这边的沙 它是比较粗一些些的 而且它的颜色就比较深色的 但是呢 摸起来就是还蛮舒服的啦 那大家不用担心 我穿的那双鞋子哦 其实并没有进沙 因为我昨天看到有人就留言 在问说 穿那个鞋子会不会进沙 但是告诉大家并没有哦 但顶多就是鞋底会粘很多 就是敲一敲 其实就掉了 而且只要不要踩到 有被这个浪打到的地方 基本上呢 那个沙很容易就轻掉 那这一栋黄色的又是跟我的衣服 有搭配到的 好 这个是壮围沙丘的那个 旅客的服务中心 但是我们没有进去啊 不过它是在一个蛮高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斜坡 你要走上去之后才会到达这边哦 那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呢 就是小汤圆第一天的行程 还没有介绍完哦 好 明天大家再回来继续介绍给你们 然后我们再来感谢斗内哦 这个是阿斌的斗内 他说谢谢各位都爱小汤圆 感谢你 还有感谢路过的昆县 二度斗内人民需要中天监督的力量 支持中天新闻 支持小汤圆 然后呢 他很快又在斗内 这次是给若姨主播 他说辛苦了支持中天 然后再感谢达斯维达的斗内 他说大家好像都在期待我的其他斗内 就回应大家了 这世界其实很简单 但是难得遇见小汤圆美丽的你 好 谢谢你哦 还有呢 BC 师致敬达斯维达 好 感谢你们的斗内 那么接下来提醒大家 我们时间来到了7点54分 大家要记得转子屏哦 等一下8点的时间一到呢 请大家就跟着我们的夜影主播 一起转到我们的子屏 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图定按下去 点连结就可以过去了 那么夜影主播会在子屏那边等大家 并且来点点名 所以提醒大家可以陆陆续续 慢慢的过去双开了 好 最后我们要看到总统蔡英文 因为2019年竞选连任期间 爆出了论文争议 台北地检署认为媒体人彭文正 未经合理查证 31号是以妨碍民遇罪起诉 彭文正刚好从国外查案回来 曝光手上握有论文的关键证据 因为快要收网 所以加紧的把所有汇集 来自各方的 这个证物如果把它印出来 A4的纸的话 应该超过300页 我说这些档案如果全部摊在阳光下 我觉得你会看到总统府 顶楼上空的直升机 冉冉升起 有人要逃亡啦 哇 这关键的证据 有这么样的致命吗 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哦 我们又把那个水声碟带回台湾 因为我没有那么笨 所有有关1983年 一个叫英文蔡的同学 他在伦敦所做的所有作弊的事迹 都在这一份随声碟 那当然这随声碟不是只有一份啦 在云端在海外的几个人的手上 那这里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拍照啦 录影啦录音说了算 我们还有来自公正机关的检验报告 还包括了私家侦探的调查报告 奇怪 台湾的检查机构怎么不来跟我要呢 怎么不来登门拜访呢 说哎 这个借看一下 对不对 那就把案子给起诉了 这不是很好笑吗 还说我不查证 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 哇 那一定是下巴都掉下来 当然啦 里面大概有七八成的东西 各位会是曾经听说过的 或者是辗转从总统府或其他单位呢 公布的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把这个 这我所谓的随身碟当中七八成的东西 拿去做验证 剩下的两三成呢 就是重新找到的人证跟物证 这些东西 我说啊 哎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台湾的这个社会大众 仍然还在说蔡同学的论文学位是真的 那我只能说中华民国快亡国啦 蛮伟大的 就是国家认证我是一个负责的爸爸 为了生计冒着这个沙头的危险 所以还满感激 匪剑不断的在我身上挂勋章啊 那其他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激情辛辣耸动 这个对于YouTuber 或者是对于影像传播来讲 这都是赞美的词啊 只要你本于事实 激情辛辣耸动有何不可 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本于事实啊 如果你没有本于事实 你就是把它套进论语的文法 也是没有用的 重点在于 你是否本于事实才是重点 所以我说我们的检察官的素质 到这个地步实在 你也不知道该笑他还是该骂他 我跟你讲 这个检察官 他可笑的地方还真的很多啊 待会我们慢慢谈吧 他还称赞我说 因为我的知识啊 比常人渊博 所以我呢 就这个最有应得 所以我也不应该 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搜证结果 那那个贺德分导就不服气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知识不够渊博吗 那北美林桓江教授更不服气啊 你不起诉我里面 所以你就我智能不够 所以无法查证吗 这个可笑的地方还真的蛮多的 这作为愚人节啊 前夕的那个笑料 倒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我倒觉得 黄伟检察官的起诉书 才是善情啊 才是这个激情 耸动 所以这个讲其实是他嘛 你看看今天他们怎么样的 利用司法来 罗知 然后怎么调查证据 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在熟悉的我的观众朋友 都知道吗 我大概在四个多月前 在我家出来不远去接小孩 在仁爱璐的圆环碰到了一个碰瓷事件 在一个进行机车 对在一个进行汽车的 仁爱璐圆环内环道 突然有个人在我们以前摔车 然后就 另外突然跳出一个男子 挡住我的路说我撞到人 我说我根本没有碰到你啊 然后过了两天之后 我就收到了简讯说 你再不问问试试看 然后呢他们就去 就跑到台北地检署去告我 告什么呢 告过失伤害 结果我收到传票以后 哑然失效 因为检察官就是皇伟 啊有这么巧的事情 在底下 然后很好笑的事情 他就传我出庭 我就出庭了 然后他叫我说 叫我自己举证说 我去做鉴定 说我没有撞到那个人 然后更好笑的是 警方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是当天录影带已经洗掉了 没有留保存证据 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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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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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